诶 失恋的时候真的写了一首歌 然后呢就写那个人的一些特征写到歌里 那个人他当时就是他有个习惯 就经常耸耸肩脑袋这样转一转的 你喜欢的人是赵瑟儿吗 他有一些生活上的陋习 然后我就在写了歌 你偶尔松松肩 偶尔把脑袋转 但是你看这首歌多烂 所以说失恋不会让你的灵感迸发 我觉得非常好听 我被感动了 信口雌黄 田远你也写歌啊 我写的都是那种比较 就是简单版本的 你感受一下 让我们知道反面教材到底 我写的不见得好 但是可能也是 分手以后那种感觉的歌 星星还是哪颗星 人星呀 月亮还是哪颗月亮 星星 不说话 啊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真唱 真唱 星星 点灯 找两个孩子 让你 比如我们 跳四 让田远好好唱一下 晶晶睡着了 我想到了你 在梦里 在夜里 你与我一同呼吸 大概就是一种感觉 我们也只听出了一个大概 我们现场有好几位歌手 特别是对面的这位薛之谦 我告诉你 我帮这个李丹老师补充一下 当这个失恋灵感冲 你失恋太多次的时候 它可能在你的大脑里会缠软 就说你的灵感会在 一长段时间里边都长住 可能你都不知道 自己在失恋期 你已经快乐了 但灵感冲还在 你有首歌叫《肆无忌惮》 它的歌都是流行歌曲 我都不怎么听的 对面是什么意思 你先听我说完 我还没夸你呢 但是我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说 哇 薛之谦可能不知道 他的创作已经进入了 殿堂级的灵魂乐和爵士乐的一个 结构和那个歌词 还有那个唱腔 薛之谦你要说没有 没到 别带进去了 平时你听的东西的原因 你没有发觉到自己的灵感冲 已经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灵感阶段 来你唱两句 这首歌已经进入了很高级的殿堂 你听着来同样的音乐 三二一走 这首歌是被写的这首歌 这首歌是一个经典的杂志乐的演奏 而且他不懂的 他说到这首歌 听着这首歌 废话好多哦 角色精湛 主体略 黄澹 理由太短 是让人不安 一心参半 好听 来一起 走 好 你把我Q上来合唱 那我合唱的部分呢 我再告诉你 实验灵感冲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创作真的跟失恋有关系吗 我觉得失恋是写歌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灵感 我打个比方 有一种写歌叫做真实感情 我是爱你才 啊 矜持 这首歌不是普通的状态可以写出来的 因为它很简单 在每一个作者的时候 你会想得很复杂 你会想这里我大概要这样写 我大概要想 我怎样才能红或者这样 你会想很多很多的逻辑 但是最最最最难写的 是最朴实的真实情感 还有一种叫神来之笔 我打个比方 写神来之笔 比如说啊 别再进化 别让动物世界太佳 其实这些东西写 也是在写生活 但是它的描述方式高于生活 说简单一点 它用的是比喻手法 但是唯独永一种手法 是你绝对必须要在那个状态里写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真实情感 我打个比方啊 你打了几个比方了 比方好可怜啊 那个比方不知道是怎么招你惹你了 所以失恋对一个 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你就是 学兄 刚才您突然站起来仗义直言 那完全就是在替我们说 对啊 灵感 创作 对方的队长来替我们说话 你看一下 学兄现在慌乱的眼神 但是我告诉你 我并没有见过失恋灵感虫啊 李淡来 我们队里有一个非常没才华的人 实验之后写过一首歌 这是我们队里最没才华 又不会唱又不会写的 你这样说人家好吗 大家都知道 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参加过一个节目 然后遭到了全网黑 上万条评论里 可能只有十个是夸我的 在比赛里选对的时候 没有老师选择我 猪天天 猪天天啊 被淘汰之后都是啊好可惜 只有我被淘汰的时候 猪天天终于被淘汰了 猪天天终于走了 猪天天再也见不着 你到底人品有什么问题啊 这跟失恋有什么关系 你的哥到底在哪呢 最惨的是 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结果我爸妈没接 我就给了我喜欢的一个人打 结果他给我挂了 给我回了一条信息说 我每天都很忙 你能找别人吗 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人 对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宿舍的飘窗上 就是 看着底下凌晨六点了 我写了我人生中第一首歌 我本来想唱给导师们听的 可是我后来被淘汰了 现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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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么傻 视力又很差 小小的力气 大大的勇敢 别看我很傻